周朝从周幽王开始就已经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尽管后来东周在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 却改变不了诸侯各自做大的现实 后人皆称包四是红颜祸水 事实上真正的祸水不是红颜 而是追崇红颜的周幽王 包四不过是个导火索 周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当朝君主已经不再有一统天下的能力 公元前七八八年 也就是周宣王统治的第四十年 民间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言 说周朝将被一个女妖所灭 周宣王听闻后十分惊慌 立即命人四处捉妖 其实哪里有什么女妖 不过是百姓不满当时苦难的生活状况 试图通过这样的谣言来唤醒当朝君王 同时发泄心中强烈的不满 但周宣王从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 他只是单纯要保住周王朝 中国有句老话叫疑心生暗鬼 如果周宣王带给周朝百姓的是一个清明天下 他就不会对自己地位的稳固如此缺乏信心 也不会对周朝的未来充满担忧 无论如何周宣王已然陷入谣言中不能自拔 只要是他认为可疑的女人 全都被秘密杀害 然而谣言并没有就此止住 反而愈演愈烈 三年后的一个夜晚 周宣王做了个噩梦 梦到女妖来夺王位 惊醒之后 周宣王再次派人去捉妖 前去捉妖的大臣杜柏实在不忍心杀害平民百姓 就回报周宣王说根本没有妖精 如果继续诛杀百姓 恐怕会招致众怒 失去了民心 就离失去天下不远了 周宣王不仅不听劝告 还杀了杜柏 另一名大臣佐如想替杜柏说话 却被周宣王一顿怒骂 佐如彻底对周宣王失望了 最后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进行抗议 杜柏和佐如死后 周宣王也有些后悔 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冲动 他开始茶饭不思 逐渐憔悴 有一次 周宣王外出打猎 回来时在马车上做了个梦 梦到死了的杜柏身穿红衣 头戴红帽 手持红色弓箭 向他射了一箭 周宣王感到胸口一阵疼痛 醒了过来 此事发生后不久 周宣王就去世了 如果说周宣王已经将周朝弄得气数将近 那么他的儿子周幽王则最终葬送了西州的江山 周幽王继位之后 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吃喝玩乐上 很少过问国家大事 他一定听闻过女妖传言 但从来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文章 就这一点而言 周幽王还不如他父亲 周宣王虽然手段极端 却多少能体现出一点爱惜周朝江山的情感 到了周幽王 什么江山设计 什么黎民百姓 都不是他所关注的 他登上王位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喝酒 银乐 于是 当时的周朝 除了玄美女这件事是国君亲力轻微之外 其他事情基本上见不到他的身影 许多忠义之事劝谏周幽王专心朝政 历经图治 但都被周幽王当作了耳边风 公元前780年 即周幽王继位的第二年 周朝都城浩京发生大地震 这种天灾在当时被视为不好的预兆 代表上天对在位君王不满 是一种警示 当年 商王武丁登基之后 曾有一只野鸡突然飞到宫殿屋顶不停鸣叫 武丁认为将有灾难发生 心里忐忑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 大臣足己劝解武丁说 上天诱 得败坏的人都会发出警示 但那些人置若尼文 依旧我行我素 最后想悔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大王只要尽心竭力为百姓做好事 就是顺应天意 定会得到上天庇佑 从此之后 武丁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 都会将其视为警示 督促自己治理好国家 商朝便有了武丁中心的辉煌 如今 到了周幽王这里 也有一位类似足己的大臣赵书代劝谏说 山崩川节 其象为支血俱枯 高威下坠 乃国家不祥之兆 况其商王业所机 一旦崩颓 是非小顾 即金秦正续名 求贤辅正 尚可望消弥天变 奈何不仿贤财而仿美女呼 意思是让周幽王不要整日只想着搜罗美女 而忽略了正事 否则会遭到上天惩罚 但周幽王不是武丁 他根本没有想过让百姓安居乐业 听了这番话后 他直接将赵书代革职 赶出王宫 被革职的赵书代绝望了 跟身边人说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无不忍作见西周有卖秀之歌 于是 赵书代代着家人搬到了诸侯国进国 后来 大副包相看不下去了 尚书死见 却被周幽王丢进了大牢 久而久之 朝中上下再也没有人讲真话了 而幽王就在一片阿谀奉承中 继续荒淫玩乐 包相在牢里一待就是三年 他的家人十分担心 想方设法进行研究 包四就在这种情况下粉末登场 包相家人知道周幽王喜欢美女 就四处挑选容貌秀丽的女子 最后选中了一户贫苦人家的女儿 为其名包四 献给了周幽王 周幽王大喜之下 放了包相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当年女妖的传言竟然一语成衬 变成了现实 周幽王十分疼爱包四 可无论使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搏包四一笑 最后 周幽王张贴榜文 说谁能献出一个 可以让包四笑的计策 就赏金千两 一时间 王宫门庭弱势 人来人往 许多想靠此发财的人都来献祭 但是一连几天过去了 都没人能献出一个管用的计策来 就在此时 周幽王身边的宁臣国师傅献了一侧 正是烽火系诸侯 这一天 周幽王带着包四来到黎山 今陕西临同东南烽火台 命人点燃烽火 烽火台是古代用来报警求援的讯号台 一旦点燃烽火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都能看到 周朝边境时常遭到敌人骚扰 于是在黎山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 一旦有敌军入侵 就点燃烽火 告诉各路诸侯战争爆发 速来援救 可想而知 这烽火一旦被点燃 将会是怎样的混乱场面 烽火点燃了 临近诸侯看到浓烟滚滚 立即整合兵马 赶到都城耗金 可当诸侯们赶来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任何敌情 反而看到了烽火台上 周幽王在哈哈直乐 诸侯们这才知道 周幽王开了一个十分可恨的黑色玩笑 他们被耍了 此时的包四看到如此情景 终于笑了 周幽王看到美人这一笑像绽放的花朵 腿都酥了 之后 他又几次点燃烽火 可他不知道 狼来了的故事永远都是以悲剧收场 自从包四笑了之后 周幽王对他更是宠爱有加 不久之后 包四为周幽王生了个儿子 名叫伯福 周幽王为了让包四高兴 废了当朝王后和太子一旧 立包四为后 伯福为太子 按照周朝礼制 王后无过 是不能随便被废的 太子亦是如此 周幽王这般任性 让很多大臣心生不满 特别是申侯 申侯是诸侯国申国之君 被废的王后的父亲 他听说女儿和外孙被废 当场震怒 心里生出了逼周幽王 传位给外孙的念头 他联合周边的犬戎和和国 打算一起来攻打浩金 犬戎早有灭州之心 听闻申侯来意 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三国大军浩浩荡荡 开到了浩金城外 周幽王大惊失色 连忙命人点燃烽火 然而 有了之前的教训 没有诸侯愿意再上当 因此烽火燃烧了几天 都没有诸侯前来救援 守城将士人数不多 根本无法抵挡三国大军 没过多久 浩金就被攻破了 周幽王带着包四四处奔逃 在途中被犬戎抓获 此时时局已经完全不在身后掌控之中 犬戎杀了周幽王 抓了包四 开始在浩金城中掳掠 神侯本来是想借助犬戎兵力 教训一下周幽王 却没想到犬戎会趁火打劫 心里十分羞愧 为了保住浩金 神侯只能给其他诸侯修书求援 很快 各路诸侯带着大军到达浩金 犬戎一看大事不妙 就一把火烧了浩金 带着掳掠到的财宝绝尘而去 这场动乱之后 周朝元气大伤 太子依旧被拥立为王 视为周平王 但是此时的浩金已经是满目疮痍 大街上尽是被毁坏的巫舍 要恢复从前的浩金 需要大量人力 财力 周平王思前想后 决定放弃浩金 决定放弃浩金 另选洛邑金河南洛阳为都城 其实周平王做出这个决定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浩金离犬戎很近 时常犬戎被骚扰 公元前770年 即周平王继位第二年 周朝正式迁都洛邑 西周灭亡 东周建立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 周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当年那个女妖夺位的传言 也神奇地成了现实